這邊也不能抖 自己在家抖 SWEEZ FIT的中骨架為什麼用神保值 這個是萬年不變的定律 車子做得好 車子問題少 車子呢 年輕人喜愛 他就保值 汽車保桿車體是不是深淺會有落差 沒錯 會有落差 顏色越淺越看得出落差 SS4哪一型CP值最高 其實喔SS4這個車棒的地方是他很適合家庭用 除了很適合家庭用以外 為什麼適合家庭用 因為他空間挑高3米6 重點是他有氣簾 6顆氣囊 阿小朋友就多了一層保障 阿你如果是舊款的SS4 2006年開始 一直到2013年 這個是舊款的SS4 SS4沒辦法到了 2011年有小改款 小改款增加了恆溫空調 小改款增加了中置音響喇叭 大概我想得到改改就這樣 阿引擎稍微做一個調整 小小的修改而已 價格會從20幾萬一直到30幾萬 SS4這個車是這樣 你到14年之後就改成CrossOver了 然後可能就要45萬以上 所以他從2013年一直到2019年 2006年到2019年 不管你的預算多少 你如果是要拿來當家庭用車 你都可以去選 選到一台不錯的SS4 而且阿 當初買這種車新車的人 他不是要買回來Pay的 所以車礦好的機率比較高 你如果跟一些少年娜家比 八代喜美 FIT 馬三 你在二手車在選的時候 你要選到沒有碰撞過的機率稍微高一點 那不一定車礦是好的 S-CAP買哪一年最好 坦白說S-CAP要買 我自己覺得啦 好不好 我自己覺得要買2011年以後的 為什麼 因為比較成熟了 也小改款過了 哪一家車險比較推薦 這我真的不知道 車險我都保大肩了 越大肩越好 基本上保險公司就是這樣 跟買車一樣 欸 剛好跟買二手車也一樣 你要買二手車 買檀棒越大的越好 對不對 比如說小市汽車 檀棒很大肌的 你從那個環洞開過去就看到了 齁 那檀棒做的好大肢 呵呵呵呵 不是 我是說那個店的規模啦 你很簡單嘛 你要出險的時候 會不會跟你叽叽歪歪 就看大小間了 對不對 可是其實也不一定 大間有時候媽會欺負人 所以你問我推薦哪一間 其實我也不知道 代詢車 我們沒有代詢車 我們會幫你注意 我們有在那個 粉絲頁的首頁置頂文章裡面 有這個代詢車的表格 你可以填寫 可是這個表格的填寫 並不代表 我會很認真去幫你找 因為我不提倡 很認真幫人家找車 為什麼 因為很認真去找 比如說 同行有一台 然後跟他說我有客人 然後 要把這個車調回來 或拿回來 他又要賺一手 那你也買的不便宜 但是車礦雖然是一定會保證會很好 但是你買也不便宜 那第二個 因為巡車我也沒有收錢 沒有跟你們收一些巡車金啊 什麼訂金 所以就是用緣分的好不好 出價的人不談錢啦 談緣啦 拼望 馬自達五已經銷售一空了 我跟你講 馬五在我店裡算是很熱銷的一款車啦 所以遇到車礦好 你放心 心情就行 我們一定都會進 修等於換 清華修等於換的意思是 板金跟換不一樣 如果是你說的是葉子板的話 板金跟換是不一樣的 因為換你就會 在以後 你賣的時候就會被認定為是碰撞 但是板 我們會認為是 擦撞 擦傷 所以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觀念就是 一定是無法板金才會去換 那就嚴重程度就不一樣 06馬六2.3S會建議一直開下去嗎 當然啊 你如果里程數不高 車礦好當然可以開啊 板考什麼 韋葉冠博新萌巨棚 哪一間可以去 哇在 可普之逼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都沒有給他們做過 拍謝 我不能隨便幫人家背書 我現在說話都很注意 現在齁 我跟你講 以前我會幫人家推薦修理場 大家都會訊息問 小智哥我雖然車不是跟你買的齁 然後我在花蓮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介紹花蓮的保修場 比較有信譽的 所以齁 有時候以前我們都好心 沒炭湯沒炭鹼沒炭鹼 然後就幫人家推薦 啊 搞得好像是我們背書 對不對 因為齁 這是一個 我覺得這一個狀況是這樣 這個修理場的老闆 我跟他match 我跟他match 是我們的頻率是相近的 沒有問題 可是並不代表 你 我幫你介紹你去了 你跟他 講得了話 搞不好話不投機 他看你不送 你看他堵欄 齁 說沒兩句就想要輸贏了 我不曉得啊 那 我幫你介紹去 好像我幫你背書 然後 好啦 你有沒有回來找我抱怨其次 啊出去用啊 小智 上次幫我介紹 怎樣怎樣 啊我沒有很衰 對吧 我沒有打起手啊 我沒有伸手去跟他要業配廣告 對不對 如果我有收他的錢 那還說得過去 啊我也沒收他錢 啊我也沒收你錢 啊我幫你介紹 啊出什麼狀況 你們說沒多好 啊我沒有很衰 我沒有落賽 所以之後齁 除非是我們自己的客戶 需要幫忙 我們才會幫他安排 如果說 不是我們的客戶 可能我們就不去幫他推薦 所謂什麼 版考場 什麼有的沒的 15年奧德賽889 是否應該是釣魚 一定是釣魚啊 保證是釣魚啊 釣很兇啊 因為聽了我都想買了 欸新型的奧倫德坦白說 我還 上次齁 本來想買一台回來試看看 因為新型的坦白說 我到現在還沒有進來過 然後我那時候在拍賣場 本來想拍一台回來 就跟人家搶標搶輸了 因為貴的要死 然後 我就沒有機會 我很想試試看 新的奧倫德 因為他有7人做的 我很想買一台7人做的看看 油電中古價是不是不好 對啊 油電中古價不好啊 而且還要牽涉到你里程高低 還有 你有沒有換過大電池 因為RX450H的大電池比較貴 一顆好像要 八九萬塊 馬五跟IMAX幾乎一樣 價錢差那麼多 啊如果你們這些買車的人拱的啊 我怎麼知道 大家都覺得馬五比較帥啊 啊馬五就貴啊 哇 哇 哇 我也希望馬五一台三萬就好了 對不對 我收三萬回來賣五萬 喔 好好賺 一台車賺兩萬 對不對 收個五十台來就賺一百萬 齁 看 好好賺喔 還在那邊跟你們開直播 呵呵呵呵 還在那邊跟你們拉賽 對不對 早就賺寶回家睡覺休息了 四年以內的車五十萬以內推薦哪一台車 喔 那五十萬都是可以買了啦 看自己爽的啦 你九代喜美啊 或者一些像什麼車 Artist啊 對不對 Suzuki的車也都買得到了啊 對啊 馬三也買得到啊 Focus也買得到啊 五十萬吼 如果是國產車很好買的啦 你選擇性會很多 重點就是你要挑一台自己看得爽 雙逼五年真的很會出問題嗎 雙逼還 B&W比較 我覺得坦白說 我覺得B&W比較危險 賓室 我覺得穩定性可以 因為我賣的賓室基本上 五六年以上 目前感覺都還不太有什麼 什麼問題 小問題也沒有 很少遇到啦 MK4四門頂級建議買嗎 我覺得四門以後價錢會比較差欸 那基本上 東西跟五門差不多嘛 以目前看起來 很奇怪喔 這個可以跟大家分享 Focus這個車齁 它一樣出四門五門 可是我覺得 五門的比四門的齁 二手車價好 然後馬三喔 也有出四門五門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它 後面改成四門的價格比五門的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四門的比五門的好賣 B&W跟SX4到底怎麼選 我會選B&W啦 比較粗曠一點 SS4比較娘一點 不是啦 比較家庭化一點 自排改首排會不會日後驗車造成麻煩 早期的86自改首是否不好 86可能不行 因為86 監理人員齁 他們知道的太多了 你比如說一些比較早期的車 我假設的齁 有一陣子比如說 2012年之前的雙B 因為那時候水貨很多 那時候他們有時候 監理站的驗車人員會搞不清楚這個車 水貨當時進來 是不是手排 是不是自排 還是自排 所以他們在驗車的時候 他們只要懶著查證 就會讓你過 基本上 像以前有些車 比如說K8好了 K8穩定被抓的 妥當被抓的 因為K8的車身號碼裡面 從車身號碼就看得出 這台車原本出來是手排還自排 那這個你去驗你就紋死了 一定是被抓的 那所以86的話 如果專業一點的驗車人員 因為這個車也算蠻紅的一台車 他知道862015年之前沒有手排的 你去你就掛了 一年半的CT800 8萬公里 還在原廠保固內會不會收 這個齁 價錢就要夠便宜 我跟大家 分享 剛剛有一台好像11年還12年的 X6 35i是不是 很頂級的車 X6帥 有沒有 那個引擎跟M3的一樣那種 人家說吹的 噗噗噗噗噗噗噗 好啊 跑37萬公里 正常八九十萬的行情 我們這個服務人員的報備說 小事哥那這個 如果50萬可不可以收 我說你收回來幹嘛 可是便宜三十幾萬 我說啊便宜三十幾萬人好勒 一台12年的 X6 跑37萬公里 你買回來幹嘛 你要賣給誰 誰要買 可是我覺得這樣很便宜 我說好很簡單啊 不然這樣啊 你覺得50萬很便宜對不對 啊你跟他買 啊買一下你留著開啊 那就OK了嘛 啊我是不要 那個車買回來 我真的不知道幹嘛 不是 我們不知道幹嘛的意思是 我們沒有銷售的能力 好 我們也沒有那個總去調表賣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 哪裡有同行 有這個總 願意 把我們接這台車去 然後去騙別人 我也不認識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跟 我也沒有跟這樣子的車行朋友做生意 所以那個車 我沒有後面處理的管道 那我就不 不買就好了 我真的放在那裡 沒銷 對不對 他不會咬我 那我就不要拿出來 自己找自己麻煩 簡單就是這樣講 大家都很忙 對 不要弄一台車回來 病狗爛 吃保險感染 十三年的車以上無法貸款 免投期是不是有什麼風險 也不一定 免投期有時候只是一個釣魚廣告的效果 呼吸專案 你能呼吸就能分歧 你能呼吸就免投款 只要你有身份證 你就可以買全額貸款 那個其實都是一個 廣告的效果 就跟老闆不在家跳樓大拍賣一樣 這個結束營業 大拍賣 對不對 結果你看他三年都還沒結束 這就是一個廣告效果而已 1997原廠手牌很好開 什麼車 1997什麼車原廠手牌 喔Premio讚耶 小軒你要不要賣我 神車啊 我心目中的神車 Premio 其實齁 Toyota的車有很多神車 我自己覺得 最喜歡的一台是 Goa Carola 1800 因為這個Goa Carola 1800 它那時候有VVTI 可變氣門的引擎 可是它那時候沒有手牌 但是它那個車款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以前的神車是 1993年1994年的 也是1800 Carola 可是那時候有出手牌 可是那個車老了 20幾年了 然後它門板很容易爛掉 擠去 後去 封去 所以會 因為它裡面那時候還有用一些木板的材質 的東西 所以它時間久了它撐不住 那Premio之後的Artist 都用塑膠的 喔塑膠的你就知道啊 有沒有 塑膠不會補爛 對不對 都會一直留著 所以它就可以撐比較久 再加上它引擎也做得很棒 那個Premio引擎開100萬公里沒有問題 所以你只要顧得好一直翻一直翻 它可以開很久 可以當船家寶 Infinity折價這麼多幾年後會躲上率不高 不是不是不是 Infinity我覺得單純就是 台灣人 它可能在台灣被 Lazos壓著打 可是很多人是嫌說它內裝做得不好 質感不好 可是我覺得不會啊 它是蠻主觀的啦 有時候是品牌的一個形象 還有一個就是它操盤的方式 操作的方式 因為Infinity啊 其實大家不要以為 車子寶寶子 除了市場反應以外 還有第二個是 新車對它車子的車價的控管 你如果一台車齁 賣的時候都很貴 然後 有庫存的時候 有壓力的時候 年底的時候 比賽的時候 媽 狂洩千里 對不對 本來180萬的車 130就買得到 真的有這種情形 大家不要懷疑 新車的促銷的時候是很可怕的 甚至Toyota在生意不好的時候 一台車要便宜到10萬都有機會 真的 一台Artist 一台Sieta要便宜個10萬良良的 大家都不曉得 很少人知道 因為 你只要沒有去研究新車 比價買新車 你根本都不知道 你還以為說 車子殺個幾萬塊很屌了 沒有 你去網路上看很多神單 現在網路很狠啦 網路那個菜單網站 你上去看 有的車齁 超乎你想像的便宜啦 那當他的 新車的定價跟成交價 連新的時候都折到好幾十萬的時候 那你二手車當然會很差 那Infinity其實就有一點這種感覺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哪一排 很多排都這樣啦 這樣會玩死 對啦 先買先享受啦 可是 你到最後你會養成一個習慣 比如說Nissan Kids 出來賣很好 喔 說要排隊 要等幾個月 阿你現在去搶 你現在頭上一坑 因為我們知道 像我知道以前 假設我知道以前你這樣的操盤方式 我就先讓子彈飛一回 你們先去擠 先去搶 Artist也一樣啊 對不對 那個TENGA底盤 欸 不是TENGA T-NGA 對不對 剛出來大家搶搶搶搶 喔 沒有 我們這個要等三個月喔 沒車喔 好 要把業務就 欸 剛好那個哪裡有一台退訂白色 你要不要 要馬上搶喔 我店長要馬上key in喔 我如果沒有key in 就被人家買走囉 有沒有 阿你還跟他談價錢 你有時間跟他談價錢嗎 沒有嘛 可是我跟你講你等一陣子 等他賣不好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你就爽了 所以有些人是這樣嘛 有些人的個性 有沒有 你看 那個iPhone FB 看誰先打卡 有沒有 誰先拿到iPhone 11先打卡 哇 這軍綠色 欸 自拍一下 哎呀 我的新手機終於來了 有沒有 大家都在比 對不對 FB好友裡面誰先打卡 誰先拿到 所以你如果沒有這樣子的這種比較心態 或者是這種 急迫切的需要 其實喔 車子剛上市你去買 你只是白老鼠 或者是你只是買的更貴 阿後面降價的時候 你被受傷了 那你家的事情 那換一個角度說 你早買早享受 阿你如果沒有這種個性 就不要去跟他搶 分析一下歷年Focus 哇 這家工就顧欸 Focus我從一代開始就賣過了 一代是那時候 ST170的時候 有這個手排機械增壓的 170匹馬力那時候 那時候有出1600跟2000的 那一批車 組裝的不錯 可是 零件非常貴 因為那時候台灣賣的很差 那時候我記得是進口的 那零件超貴 那那個 那時候很多人就 很喜歡把它當成服飾購服 還是 喔 我這台車我還說 我這德國欸 可是那個修理零件真的很貴 一個三腳架好像就要七八千塊 有一點點印象 因為我後來 我賣過幾台這個車子 後來我覺得它的 零件真的太貴了 啊 我如果要賣人家一台二手車 零件那麼貴 咱也抱歉 咱真的抱歉 因為它不是只有開一年兩年 也許你賣它一年兩年OK啊 對不對 啊 兩年之後它開始修的時候 它就 哇 幹 我這車修好貴喔 喔 配備差多了喔 735 735那時候我記得後座 還有那個按鈕啊 喔 有點久忘了 因為我以前我開過735 138 735 它還有差什麼 它 全調也不一樣啊 喔 它有電動後遮陽臉的樣子 我記得差蠻多的啦 那車好車欸 歐系車都有環保器環保材質的問題 幾年會發生 我想想看喔 你如果是VAG的車 我覺得 五年 五年以上就有機會 可是要看你停放的位置 你如果放在比較潮濕 或是太陽比較直晒的地方 溫度很高的地方 會很快 會加速 09年IS25020萬公里車廠大概收多少 哇 跑那麼多喔 我看我之前那台08的賣40幾萬 收大概40 啊 你這個09的 也是差不多40萬左右啊 可是20萬公里我不知道 12到15 Camry 二點有什麼通病嗎 12到15 Camry 還不錯 底盤稍微 我覺得底盤稍微弱了一點 所謂底盤比較弱就是 它的 我覺得它的 壽命 比舊款還要短一些 我自己的感覺 7X3有沒有什麼要注意 妥善女的 7X3超棒的好不好 我跟你講 馬自達這個車 很有趣 它就做得很漂亮 你怎麼看它就覺得 這個設計師 對 讚 然後日本在坐車 真的細膩 然後 馬自達呢 品牌為什麼在近幾年 它的品牌的支持度一直上升 坦白說它妥善率真的不錯 我從二代馬三 那時候一路賣 其實一代馬三問題就不多了 只會存在一些 因為車子年份久 一些耗材電子感應器的問題 會遇到 一代馬三其實就很有水準 可是喔 二代 三代 哇 那個 故障率真的蠻低的 我覺得做得還不錯 臨時比較GELCVT 變速箱是不是真的不耐用 使用上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沒有看你有沒有一直玩啊 你如果那個一直在玩手自排的 應該是蠻快掛的 但是不耐用我覺得還好 不過齁 我是這樣 我那天有跟一個消費者討論一個問題 有一個妹妹 她開了Fiesta來 她男朋友車賣給我 然後她來開Fiesta來接她男朋友 然後她從新車 2012年開到現在也 七八年了 她開了15萬公里 那我問她說變速箱壞掉過嗎 她說沒有 我說那你接下來要注意 我說因為我的經驗 Fiesta這個車 15萬公里超過 變速箱隨時都有 可能都會有故障的可能 經驗來講 她說欸對 你怎麼知道 最近的抖動變大了這樣 我說那正常 因為磨合久了 離合器久了 磨損都有可能 她說蛤 怎麼辦 可是我就跟她分享 我說你買一台車 你開了15萬公里 壞字變速箱 我真的覺得蠻合理 福特兩款車停產 對以後中古車價有影響 不會啦 那個充發那個不會有影響 二手車是這樣 反正一切都是市場的反應 如果大家覺得買不到新的 瘋狂在搶這個二手的 那當然它不會掉價 不會有影響 搞不好還媽 掉得還很慢 可是如果 新的更好 更便宜 那當然 舊的 一定會掉啊 其實我很難回答啦 因為我只能跟你講行情啦 然後因為我沒看到你 E4LVINA的配備 車礦里程數 我都不曉得 那E4LVINA 你如果現在市面上 哪買應該在30萬到35萬左右 車子撞到什麼程度才能大撞 啊一般就是主結構 定型化契約裡面也是有寫 你的車身的大梁 車子的底下有兩根大梁 車子底下吼 有兩根大梁 在左右跟一支 基本上你的座椅 就是坐在大梁上面 引擎也是放在大梁上面 反正你車子主要的東西 都靠這兩根 從這個水箱架後端 一直延伸到後車廂 底下有兩支大梁 左右各一支 這兩個大梁有受損 就是事故車 然後第二個 側邊的護定 護定就是門檻這裡 門檻 它沒有螺絲可以拆下來 拿新的門檻裝上去 所以你如果門檻撞到 你要板金 或者是你必須要截斷 然後截斷之後 拿另外一支來 燒上去 這樣你就變成什麼 主結構被切 切掉了 啊再下一個就是這個 後面的葉子板 輪弧這一塊後葉子板 後面的葉子板 沒有螺絲可以拆 一樣要切 要切 整片拿下來 拿另外一台 或是新的葉子板 接回來 燒好 車頂也是 車頂沒有螺絲可以拆 所以車頂要戴帽子 戴帽子就是A柱 兩支要截斷 B柱也要截斷 C柱也要截斷 把帽子拿起來 再拿另外一個帽子來 蓋上來 A柱燒起來 B柱燒起來 C柱燒起來 好不好 重大事故事 重大事故事 這樣判斷 環保漆的問題 是要重噴漆 還是換零件 我是重噴漆 阿 那如果你的零件 不貴的話 那換零件也OK阿 但是呢 我們重噴漆完以後 不會再犯 好不好 阿你如果再買新的來裝 它還是環保漆 它還是會再犯 Saverling有到里程就壞東西的問題嗎 每台車都有到里程就壞東西的問題阿 Saverling比較常見的問題其實 三菱的引擎齁 其實那一顆4G系列的引擎齁 其實年紀久了 或者是里程數高了 那個氣門油封 很容易會吃雞油 但是我覺得這不能算是通病 因為吃雞油還是能開阿 對不對 吃大吃小而已阿 那很多車其實都 年紀到都會吃雞油 剛剛說Premium97年的引擎很耐用 可是其實 引擎久了都會吃雞油阿 只是說吃的狀況能不能接受阿 爸爸在原廠認證買了一台15年的CRV 折扣王588 算是被洋載嗎 這應該不是頂級的吧 伊利轟 15年9月的CRV588應該不是頂級的 據我所知 這樣不貴 如果是頂級的話就不貴 因為據我所知15年的頂級CRV 應該要賣到65到70萬 以原廠的話 可以阿 不過如果說不要浪費大家時間的做法是 你可以先在粉絲頁的訊息 提供你的車的一些資訊 年份阿 顏色里程數配備阿 車款阿 那可以先給你一個參考獎 然後你參考OK 我們再覺得跟你的預想 有相近 或者是說 你覺得小獅不管你說多少我就是要賣給你 對不對 你有這種想法的話 歡迎你來 小獅對於包模或鍍模的看法 我覺得鍍模可以鍍啦 可是包模蠻貴的 我是不會去包模 因為我去問過 之前問過什麼犀牛皮阿 包模 我覺得那個價位 比一台車烤漆還貴 所以我就會思考說 那我乾脆 整台車弄得差不多 我再去烤漆就好了 我的想法是這樣 那有些人是覺得他的車很棒 他想要圓漆 然後 所以他去包模 阿一個包模5、6萬 我覺得很不好耶 19年的要等幾年才有機會 掉到50左右 依目前往前推 推CRV的 世代來看 可能要到8年 8年以上 才會掉到50萬 我常 像有些消費者 有些客人來 我們有時候真的一聊 聊好幾個小時都有 因為 有些消費者很 很理解 我們做生意 辛苦的地方 我不會跟你改 我沒賺錢 真的 我會跟你改 我賺不夠而已 所謂為什麼賺不夠 我賺不夠 不是因為我想開豪宅 我想開跑車 我所謂賺不夠 是賺不夠 是說因為 一家店要維持 營運需要開支 做房東最爽啦 對不對 他管你現在有什麼 武漢肺炎 他在家裡坐在那邊 就等著收租金了 沒有錯吧 他說不用出門 他就有租金了 可是我們不行啊 我們一定要出門啊 我店一定要開啊 因為下面有十幾個員工 等著我賺回來的錢 然後撥給房東 撥給水電 撥給誰 撥給他們的薪水 我只是覺得說 現在的經濟體系 真的沒有好賺的職業 每個人立場一定不同 可是 你有沒有思考過 你想要站在別人的立場去思考 我覺得 你賣的人想要賣高是合理的 可是 很多人來 都是 小市 這台二手車齁 你說多少就多少 我相信你 一台Swift我要跟他說九十萬嗎 不可能 我還是要給他一個合理的價格 我常跟我們的服務人員講 為什麼小市公司的車定價販賣 其實很多齁 你有沒有發現 你們去數字網打電洽 你知道為什麼他的數字要打電洽嗎 因為每一個人來 他報的數字不一樣 為什麼數字會不一樣 抓到所有人 不然你這看起來 大叔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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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然有性感 你這看起來 很 sitting 台方很會高itch 很會沙懶開高一點 喔 你這個人看起來不錯 不用抱那麼高 為什麼 他他數字 他不敢把他的車價披露出來 因為 他看人 好處理耶 對不對 人家說柿子挑軟的吃 今天來一顆軟的當然吃啊 為什麼不吃 來硬的也要吃啊 痛苦一點吃 都是要吃的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都定價翻車 我常常跟我服務人員講 我說你一台車你賣很好的價格 你千萬不要開心 因為你有可能有一天你會失去這個客人 所以 我跟我們講 我才跟我們這些所有的服務人員講 我們就照這個定價賣 我不要讓你去服報價錢 包括配備你也不要去洗客人 隔熱紙五千報八千 有沒有 保險一萬報一萬八 貸款又退佣 這些你都賺得到錢 但是你賺得到這一次 那這個客人有沒有辦法幫你帶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客人 不一定 為什麼 他以後這台車開去給人家 要換新車也好 要再換二手車開去給人家估 說我這當初貸三十萬還完 還了五十萬 總共還了五十萬 二十萬的利息 車廂說你白癡喔 你這高利貸賺的喔 那利息比較高 你會不會有一天會被挖出來 會 不是今天 不是交車的時候 不是交車後的一個月 他也有可能是一年兩年三年 之後 你會被挖出來 啊 幾小時買 每個人的利息給我放得高 差一點就變高利貸啊 還沒聽你 所以喔 我跟大家分享 賺到錢不要開心 你賣很好價 你遇到一個白癡 你真的不要開心 反而喔 我們遇到那種相信我們的 信任我們的 我們反而還賺不下手 這是真的 所以喔 我說 現在這個時機 真的是大家賺錢都很辛苦 我們立場也是不一樣嘛 因為我希望你來跟我買車 把錢 把你辛辛苦苦存到的錢交給我 然後我賺一些我利息好東西給你 我也希望啊 問題是 我們紮紮實 踏踏實實的做 不是說喔 一個暴利 賺一台賺兩台賺一台賺一台 現在錢真的不好賺啊 其實很多車評 我們上電視節目的都一樣 車廂 生意不好 預算不給 大概都沒錢啊 啊 很多人就說 啊 你這都講好話講好話 啊 它不講好話 它後面怎麼說話啦 啊 它錢買回來 好啦 時間差不多啦 好不好 齁 今天跟大家 抱怨也抱怨了 啊 聊天也聊天了 跟大家分享啦 啊 大家要注意這個防疫 好不好 齁 勤洗手啊 啊 車子也要保持一下乾淨 啊 如果有車齁 盡量自己開車啦 大眾運輸系統 非不得已少做 啊 要做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清潔啦 大家晚安啊 goodbye 大家晚安